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乌都孤儿》 作者查尔斯迪更斯 演播孟冬如 第41集 每天上午 他去一位住在小教堂附近的白发老先生那里 老先生教他读很多书 还教他写字 他说话那么和气 教得那么认真 欧利弗很不得一口气学到手 让他感到很满意 然后他跟美丽太太和罗斯一起散步 听着他们谈书 要不就找个音量的地方 在他们身边坐下来 听着小姐朗读 听着听着一直听到天黑 看不清字母 然后他准备第二天的功课 他坐在朝花园的一间小屋子里 学得非常认真 直到夜幕渐渐降落 这时候两位女士又要出去散步 他也跟着他们一会儿 他也跟着他们一块儿去 静静有味地听着他们说话 要是他们让他爬上去摘一朵鲜花 或者跑回去拿一件他们忘记的东西 他恨不得插上翅膀去完成 并且觉得很幸福 天黑以后 他们回到家里 小姐坐在钢琴跟前 弹一首乐儿的乐曲 要不就以柔和的嗓音 轻轻地唱一首 她姑妈爱听的古老歌谣 这种时刻往往不点蜡烛 Oliver经常坐在窗口 心醉神迷地听着美妙的曲子 到了星期日 这一天在哪方面都跟以往过的星期日 多么不同啊 而且多么快乐 像这段幸福时光里的其他日子一样 上午他们去小教堂做礼拜 绿叶在窗前轻轻摆动 鸟儿在外面唱歌 清香的空气从低矮的门廊里悄然而入 整个朴素的建筑里弥漫着香味 穷人们穿得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虔诚地坐着祈祷 他们聚集在这里 好像不是尽一个单调乏味的义务 而是一种乐趣 虽然赞美诗唱得不大和谐 感情却很真挚 听上去比之以往所在教堂里听到过的更加悦耳 至少在奥利弗尔耳朵里是那么觉得的 接着赵丽氏散步 拜访许多收拾的很干净的农民家庭 到了晚上 奥利弗尔朗诵一个星期来一直在攻读的一两章圣经 在履行这番义务的当 他感到无比自豪和快乐 即使他本人就是牧师 也不过如此 奥利弗尔早晨六点钟起床 在田野里寻找 在树梨中搜索 到处采集野花 然后满载而归 小心翼翼 仔仔细细的 把花儿整理一番 将餐桌装饰得漂漂亮亮的 他还为美丽太太的鸟儿采集新鲜的千里光 并用它把鸟笼子装饰得十分雅致 奥利弗尔一直在多才的教区文术的指导下 学习这门手艺 他把鸟儿打扮整洁以后 还常常被派到村里去办一些小小的善举 要不就偶尔在草地上玩一会儿板球 要不就经常在花园里找点试作 要不就修建花木 奥利弗尔已经在同一位师傅的手下学会园艺 那位师傅的职业就是园丁 他自觉自愿地忙碌着 直到罗子小姐走出来 对他所干的活赞不绝口 就这样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这三个月即使对两位最最有福之人来说 也称得上心满意足 对奥利弗尔来说更是一步登天 他们心地善良和蔼可亲 慷慨大方 而奥利弗尔真心诚意 热情洋溢 从心底里对他们怀有感激之情 这段短短的美好时光过去之时 无怪乎奥利弗尔已经跟老太太和他的侄女亲如一家 他那年轻而又易感的心里燃烧着爱的烈火 而他们也抱一一片深情 为他感到无比骄傲 一眨眼 春天已经过去 夏天到了 如果说这村子起初像一位娇美秀丽的姑娘 如今已经是一个体态丰满 雍容大雅的少夫 高大的树木几个月前看上去还是干瘪光秃 如今变得粗壮健忘 绿色的胳膊伸到干渴的大地上空 把没有遮挡的开阔地变成了最佳的幽闭场所 从树荫深处举目望去 但见广阔无垠的景色往前伸展 沐浴在阳光之中令人赏心悦目 大地已经披上最鲜艳的绿装 散发出最浓郁的芬芳 这是一年中最富活力的黄金季节 一切事物都欣欣向荣 生机盎然 然而 小小别墅里的生活依然天室而宁静 别墅里的人依然安详而快活 Oliver早已痒得皆是健壮 但是健康也罢 生病也罢 他对身边的朋友一往情深 不像很多人那样感情由此发生变化 他还跟过去饱经苦难 身体虚弱 全仗别人点滴关心和安慰的时候一样 稳稳而哑 满怀感激 有个美丽的夜晚 他们做了比往日更长时间的散步 因为这天白天候热 而夜间好月当空 微风袭袭 特别凉爽 Ross情绪非常高涨 他们一边快乐交谈 一边往前走着 远远走出平时的散步范围 最后 梅里太太觉得有点累 他们这才慢悠悠地回到家里 小姐解下便帽 像往常那样坐在钢琴旁 她心不在焉地 舞弄几分钟琴剑 然后开始弹一首低沉而又悲壮的曲子 在这一档 他们仿佛听到她哭泣声音 Ross亲爱的 老太太说 Ross没有作答 只是弹得更快一些 仿佛老太太的话语 唤起了她的伤心回忆 哦 Ross我的宝贝 美丽太太急忙站起来 扶下身去望着她 大声说 你怎么了 你在哭 哦 我亲爱的孩子 什么事让你伤心呢 哦 没什么姑妈 没什么 小姐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说不上 我只觉得 怕是病了吧 我的宝贝 美丽太太打断她的话 哦 不会 不会 哦 我没有病 Ross答道 她一边说 一边抖个不停 好像一下子 觉得冷得要命 哦 我过一会儿就没事的 请把窗子关上 Oliver急忙关上窗子 小姐试图强作笑脸 弹一支欢快的曲子 但是 她的手指落在琴键上提不起来 她两手捂着脸 瘫倒在沙发上 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于是 于是 我过去 我过去从没有见你这个样子 哦 能不能不惊动你 我尽量不惊动你 Ross答道 可是我费了很大力气 还是没有办法 我恐怕真的病了 姑妈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物都孤儿》 作者 查尔斯迪更斯 演播 梦东如 她确实病了 取来蜡烛以后 他们看到 散步回来 才短短一会儿时间 她的脸色 已经变得煞白 虽然她脸上的表情 依然娇美无比 可是 她柔和的脸部 却显出疲惫 而又焦虑的样子 这是过去 从来没有过的 过了片刻 她的脸颊 长得飞红 温柔的蓝眼睛里 闪耀着狂野的神色 这种表情很快消失 像一片云彩 头下的阴影那样 疑虑而过 她又一次 变得死一般的苍白 奥利弗 以焦虑的目光 望着老太太 发现她 见到这些症状 心里很慌乱 说实在的 她自己 也心里很惊慌 但是 她注意到 她装出 若无其事的样子 因此 自己也竭力 不露声色 她们装得那么像 当Rose 听从她姑妈的劝告 回房歇息的时候 她还震了震精神 甚至看上去 病情有所好转 她还让她们 不用担心 说早晨起床的时候 就没事 我希望不要紧 奥利弗 等美丽太太 回来以后说 她今晚 脸色很难看 可是 老太太 示意她不要说话 然后在房间 一个黑漆漆的角落里坐下来 好一会儿 没有做声 最后 她以颤抖的声音说 哦 我也希望不要紧 奥利弗 这些年来 我跟她过得很快活 也许 快活过了头 说不定 该是我倒霉的时候了 不过 但愿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 什么样的事 奥利弗问 失去这 亲爱的姑娘 老太太说 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么长时间以来 它一直是我的 安慰和幸福 哦 上帝呀 千万别让这样的事发生吧 奥利弗急忙喊着说 哦 但愿天从人怨我的孩子 老太太苦恼地 绞着两只手说 不至于发生 这样可怕的事吧 奥利弗说 两个钟头以前 它还是好好的呢 哦 它现在病得很重 美丽太太说 而且 病情肯定还会恶化 哦 我最亲爱的Ross 哦 没有了它 我可怎么活呀 它突然悲痛欲绝 奥利弗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鼓起勇气劝慰它 还真心诚意地恳求它 为亲爱的小姐着想 它最好冷静一点 想一想太太 奥利弗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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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上天绝不会让他这么年纪轻轻死去的 梅丽太太把手搭在Oliver头上说 哦,你想的太天真可怜的孩子 不过你让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我一时之间竟然忘了Oliver 不过我希望你原谅我 我已经老了,生老病死的事件多了 知道跟亲人分手的痛苦 我还知道年纪轻轻和心地善良的人 并不总是走在他们亲人的后面 不过我们在悲伤之余也从中得到安慰 上天是公正的 我们从这些事里懂得,深深地懂得 还有一个比这更加美好的世界 哦,用不着多少时间便能到达那儿 听凭上帝的安排吧 我很爱他,上帝心里是有数的 Oliver发现 美丽太太说这番话的时候 挺了挺身子 克制住自己的悲痛心情 好像一下子变得又冷静又坚强 这使她感到很吃惊 她还发现她一直保持这种很坚强的样子 在随后照料病人的过程中 美丽太太总是寸步不离 镇定自若 冷静地,表面看来甚至是愉快地 履行落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异物 这更是使她感到很吃惊 可是她年纪还小 不知道意志坚强的人 在经受考验的情况下 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 连意志坚强的人自己都不大清楚 她怎么会知道呢 她们焦虑不安地过了一夜 当早晨来到的时候 完全不出美丽太太所料 若瑟开始发高烧 情况非常危险 哦,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Oliver 只管伤心是没有用的 美丽太太指头按着嘴唇 眼睛盯着Oliver 这封信必须马上交给Losbon先生 越快越好 信得先送到急镇上 再由专差骑着马 直接送往Chattish 从天间小路走 到急镇还不到四英里 客栈的人会负责办这件事 我知道我可以把这任务交给你去完成 Oliver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看得出急着要出发 哦,这儿还有一封信 美丽太太停下来想了片刻 然后说 不过是不是现在发出去 还是看看Ross的病情再做理论 哦,我也拿不准 我不愿意把它发出去 除非担心发生最糟糕的事 听众朋友 今天的《悟读孤儿》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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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